北京时间1月2日,西甲第19轮,黄马做客对正赫塔菲,由于二队关系匪浅,不少球迷都认为黄马能轻松获胜,不过最终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,黄马灵智一爆出大冷门,时隔9年后,黄马再度输给了这个对手。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,此一黄马多名球员无法出场,特别是维尼休斯缺席,让黄马边路实力大减。 更惨的是,黄马后防关键时刻还添乱,才进行到第八分钟,黄马就因为自己的失误,导致丢球。 当时米利堂在后场拿球,原本他可以轻松解围,结果却被对手从身后抢断,随后于纳尔轻松面对门将推射破门,场上僵局早早被打破。 不得不说,黄马这次失误实在太低级了,这绝对是送给了对手一个进球。 第17分钟,黄马差点扳平比分,他们在前场连续传递,随后莫德里奇推射,结果却击中横梁,运气确实差了一点。 下半场,安切洛蒂早早就换上了阿扎尔和马赛洛等巨星,很显然安帅,对上半场黄马左路的表现非常不满。 第67分钟,黄马又差点扳平比分,马赛洛在禁区内横传,本泽马直接推射,结果被对手球员投球解围。 其实这次进攻,本泽马确实贪攻了,当时巴斯克斯在禁区内已经空了,如果本泽马做球的话,相信队友进球概率更大。 射门被挡出之后,本泽马也立马向队友施意道歉。 之后黄马虽然继续进攻,但是始终无法进球,不得不在客场0比1爆冷输给对手。 自从2012-2013赛季,客场1比2,输给对手之后,黄马连续15场西甲对阵赫塔飞不败,直到今天输球,黄马绝对是创造了9年的耻辱记录。 一向是黄马送分童子的赫塔飞,终于扬眉吐气了一番,事实证明,小弟有时候也不甘心老是给大哥送分的。 截至目前,黄马继续排名西甲第一,不过在多赛两场的情况下,他们只领先塞维利亚8分,这无疑让对手看到机会。 本赛季,塞维利亚是黄马争冠最强的对手,这家西甲净旅,在欧冠已经出局,如果他们放弃欧联杯,专心踢联赛的话,随时有可能威胁黄马的夺冠大计。 直较生涯至今,安切落地就差一个西甲冠军,就能集齐五大联赛所有冠军,真心希望他能率队夺冠,别最终被塞维利亚翻盘了。